紅方的是Eddie Sauer 他是淡淡的憂傷 因為中了這個焦富開 好幾次淡淡的憂傷的攻擊 臉上也開花了 臉部受傷了 焦富開後來因為是腳傷 沒辦法打第四回合的延長賽 應該說細敗 所以說是棄權了 西提塞在剛剛 就是橫掃了我們K1的總冠軍 把他打下台 獲得目前的晉級 他跟Eddie Sauer做比賽 今天的比賽就很激烈 而且這個含金量非常高 這個K1的這個冠軍倒下了 這個Grawley的這個冠軍也倒下了 也倒下了 那剩下這個前K1的冠軍 Eddie Sauer 那不知道會表現得如何 我剛剛跟焦富開打 他是打得有點吃力 是 焦富開我覺得最後就輸到最後30秒 對 而且是腳傷 因為這個Eddie Sauer 他對這個腳的攻擊非常厲害 像上次Mustafa 雖然打贏了Eddie Sauer 可是下場他是敗咖的 跨腳 這次看這個西提塞 怎麼來應付他的這個退步攻擊 對 那西提塞 就是用比較泰式的打法 來打自由搏擊 那荷蘭選手當然用核式的打法 噢 剛一個飛吸就直接飛出去了 對 到這個距離對的時候他就上了 西提塞我覺得第一場比賽打得是不錯的 現在你看第一場比賽他也是很主動在進攻 是 他不管你前面是什麼冠軍 對 也不管你是什麼老前輩 這個沒有什麼敬老尊賢的 上台就是打 好 這個目前了 Eddie Sauer的臉了 又開始流血了 因為他可能救了傷口 會小心開了 是 是 是 而且就是 西提塞的這個刺拳 一直把他擠到他的報價之內 有打到這個臉部 對 這個多少會影響一下呢 你看打得非常放鬆 對 而且一般來說 這個Eddie Sauer是會頂著打的 現在沒有 對 打我就直接往後退了 對 人家打游擊戰的一個味道 那場上的這位裁判是韓國籍的裁判 我們力求這個連裁判都是要國際化 好 頂進去了 Eddie Sauer在這邊 就是一個賦予的一個完抗 好 接腿之後 對 摔倒了 接腿摔 力也慢一點 對 他在等對方 快失去重心了 然後他的腳 跡身腳也勾得到了 他直接一勾 就把他勾倒了 所謂的跡身腿 就是 剛剛這個西提塞 有一隻腿被抓起來了 只剩下一隻腳撐了 在地上 那個腳 那隻腳就要支撐腿 對 這個泰拳的這個很多腿法都針對支撐腿的 是的 有時候中國這個散手運動員 當時早期跟泰國運動員比賽的時候 經常支撐腿 持撐不住 對 因為持撐腿到時候 你只有一隻腿在撐 你力量特別集中 特別容易受傷 對 是比賽的擊打 好 對 直接就上一個西擊 對 對 對 那時候 在主動進攻 做防禦的 因為他在固著 回復他的一個平衡 對 這個可能要KO 這個襲擊非常重 對 反而是西提塞的襲擊比較重 對 這個泰國選手 應該血液是第一 真的 エディソー爾 好可憐 對 エディソー爾 完全站了起來 好 準備接著打 加油 給他加油應該 對 剛剛的一席是非常重的一席 對 對 這個腹部裡面非常多的一個神經蟲 而且那個位置是肝臟的位置 身體都非常的痛 又快受不了 又快受不了了 撐不住了 平常我們除了做大量的仰臥起座之外 這個腹部 各種角度都要用要球來丟來砸 確保他能夠撐住這樣的一個衝擊 但這個選手有時候對頭部的防守特別在意 但是有時候對腹部的防守有時候會差一下 是 好 這個明顯的屬於劣勢了 這個安定 一個多線路的攻擊 先打完頭 再看你的對腹部的一個防禦會不會鬆散 對 安定比賽開始了 安定說話的話 必須這個 就是顯著的牛斷局勢 才能贏這個比賽 可能是要直接把這個細體賽KO掉 才能贏這個比賽 對 好 因為剛才的這個一個吸睛應該說扣了兩分至少 對 那剛剛安定沙爾就是1-2 kick 兩邊都是做1-2 kick 所有的1-2就是前手拳加後手拳 再加一個T級 這就是他們一個拳腿組合 非常的激烈 好 直接往這邊頂 但是呢頂到了這個手肘頂到了 安定沙爾的一個傷口的地方 安定沙爾很痛啊 有點要抗議的意思 因為你怎麼可以用手肘來頂我呢 對 這是有一點點犯規的 安定沙爾總來說這個還是態度是不錯的 他幾次有點被踢到當步 但是還是沒有特別的不滿 這就有點牢騷了 對 最終因為他還是要贏得勝利 應該可以吸 這個西里猜可以打得更緊湊一點 對 你看西里猜一個前手刺拳 開完路之後就是用後手的高掃或是一個中端的一個西撞 你看就進來了 那目前安定沙爾的這個肋骨的狀況似乎有點恢復了 對 被這個西里猜撞了幾次 好公平性啊 他還要救選手 這選手跌下去 像這個快跌下去大家旁邊看 對 該扶的時候他就要扶一把 對 他趕快扶一把 對對對 這是推倒的 對 他不高興 時間到 時間到 新皮特 還有選手的紅色戰爭 從泰國 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 昆仑爵大賽的賽事總監托尼陳先生 為獲勝了選手頒獎 但是我個人也要一個提議 就是我們應該用這個掌聲 來送給我們的安迪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堅韌 而且一直在堅持戰鬥 他是一個 好男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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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男人